哈囉,歡迎收看鮭魚局的珠寶3D建模教學頻道 我們這次的主題是螺紋戒指跟UV映射 這次會示範用UV映射在這個戒指上 做出這種看起來有使用痕跡的渲染效果 先來處理戒指建模的部分 那這次的燈光攝影機底板我都先設定好了 先新增一個圓柱 界維的話用16 深度先用4 然後維度這邊先不用改 先進入編輯模式 切出一條Edge Loop定出上面的形狀 再用對稱畫讓上下對稱 然後這次多的這條中線要留下來 再選兩端以外的部分 按右鍵細分 那細分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這條邊線中間一定要有一個點 去對應 次數的話5次就差不多 然後因為頂點增加了模型又變回8邊形 這時候可以把平滑度調到1 那細分的邊線就會變成有曲度的狀態 不過這樣會讓尺寸變大 使用上要注意一下 接著按Ctrl加1 叫出邊線的工具欄 這邊有一個取消細分 點選 再把疊代改成1 這樣就可以快速的把網格轉換成 菱形格紋的排列 再來把8個頂點下方的EdgeLoop都選起來 確認一下 全部都有選到之後 然後 按S Shift加L 往內縮小一點 這樣螺紋的效果就出來了 再把上下兩圈的頂點都刪掉 接著把上下兩端轉成圓形 再按1S力 往兩側做出一點點高度 再按S Shift加L 放大到跟螺紋差不多 繼續按1S力做出高度 繼續按1S力做出高度 檢查一下 這邊呢 再進去一點會比較好 下面也是一樣要調整對應的頂點 下面也是一樣要調整對應的頂點 選好之後一樣 S Shift加L 然後兩端要再出來一些 接著把兩端封口 接著把兩端封口 再把邊線皺褶拉到1 剛剛有說過 介維要做16 先把尺寸改回16 然後內圍的厚度用1.5 所以兩側各加大1.5 這邊就要改成16加3 按I 按I 左內圈前面 厚度是1.5 Bridge 這樣介維就出來了 然後 兩端的部分再調整一下 Time 例えば 這邊 指甲 吃 咖 主 這些 非常 比螺纹再多一些 S,D,加厚一些 这样差不多 再做一点倒角 OK,这样戒指的基本形状就出来了 再把利轴改窄一点 这样看起来就很有螺纹戒指的感觉了 再来是材质设定的部分 镜头要再调整一下 然后HDRI的部分,这次也先设定好了 这次用的是这一张 一样是从HDRI黑粉下载的,连结会放在影片说明里 这次只有把力量改成3 上次示范了在平面上用图片作为渲染的材质 那在3D物件上一样可以用图片来作为渲染的材质 可是因为物件是3D的,但图片是2D的 所以想在3D物件上正确呈现图片内容的话 就必须先将3D物件转换成平面图 再透过坐标的定位告诉电脑 图片应该在3D物件的什么位置出现 那这种方法叫做UV映射 再新增一个圆柱示范一下 另外,现在是在shading 好像在Ladeout之外新增的物件 尺寸都会变成公尺的大小 这个大家要留意一下 先帮圆柱新增基本的材质Node 然后再放一张图片连到基础色彩 那这边呢,就会看到 刚刚新增的图片就映射到了圆柱上 也就是变成圆柱的材质效果 接着切到UV Editing 会看到这边是圆柱 那这边呢 就是圆柱从3D物件转换成2D的平面以后 圆柱上每一个面的分布状态 再来选到圆柱正上方的面 就是这个 那这个圆形的面呢 它从3D物件被转换成2D平面时 它变成了一个椭圆形 这个是因为对电脑来说 3D物件是由X、Y、Z 三个轴向的坐标去定义出来 所以这个圆形的面 也是有三个坐标让电脑运算 可是呢 2D里面是没有利轴的 在2D里面 这个东西是没有的 但是利轴的坐标资料又不能当它不存在 所以就把利轴的资讯转变成了X、Y轴的资讯 所以在转换成2D后就不是圆形了 那在2D里面的轴向不是用X、Y去表示 而是使用U去表示横向的坐标 纵向的部分则是V 所以UV指的是轴向的意思 那这个把3D物件转换成2D平面 像这样把圆柱转换成2D平面 之后 再用这些转换好的面 去对应到想要呈现出来的图片 然后 再把它转换回3D物件上的材质呈现 的这个过程 就叫做UV映射 那这个把3D物件转换成2D平面的步骤呢 常听到的说法是拆UV 它的热键是U 那这边的翻译呢 叫做投影 或者是拆解 然后现在的选择方式 是你选了一个面后 UV编辑器这边 才会显示出你选择的部分 和对应的位置 如果觉得这样不太方便的话 可以点到上面这边 这边有个UV同步选取 把它打勾之后 就会先把所有的面都显示出来 之后选择的部分 只是用变色去显示 像这样选了之后 两边都变亮 从这边选也是一样 也可以改变面的大小 像这样放大的话 也是会变成这样阵列排列的效果 缩小的话呢 就是图片局部的放大呈现 也可以按R旋转 或者是局部的去改变 对应的图片内容 重叠在一起也没关系 这样可以快速又直觉的调整出 想要呈现的图片内容 这个是在处理由表面质感呈现的渲染时 很常使用到的方式 再回头看这次的戒指 那清晰又好用的纹理图片呢 是需要花时间制作的 幸运的是 一样有人愿意无偿的提供给大家使用 就是这个Texture Heaven 那他跟HDI Heaven是好朋友 充满人是这一位 他提供了大量CC0授权的纹理图片 给大家使用 那我们这次要用的是这个 这次要用的是这个 点进来后 会看到很多不同用途的图片 点全部下载 再选你需要的解析度 点一下就好 下载完了之后呢 你会看到 里面会出现很多不同用途的图片 那这张是基础色彩用的 先把它汇入Blender里面 然后我先快速的调整一下 UV的对应位置 那现在看到的这个UV分布呢 是从预设的圆柱体 变形成戒指之后再转换过来的 所以看起来很混乱 那重新猜一次他的UV好了 先全选 全选后再按U 这里面有很多种猜UV的方式 可以选择 先选这个智慧UV投影 再点确定 那他就会自动的用比较精细的方式 去猜戒指的UV 不过自动猜UV不见得 总是让人满意 像内围就有很明显的缝线出现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自己去设定UV的拆解方式 那这个戒指呢 我希望 螺纹的部分是一个区块 螺纹以外是一个区块 那先切换成线全取 然后选这圈Edge Loop 还有这圈 就是这两圈 选好之后按U 这边有一个标记缝线 就是从这边拆开的意思 或者也可以按Ctrl加E 这边也有标记缝线的选项 点了以后就会看到标记的地方变色了 然后全选 再按U 选拆解 就会看到戒指的UV变成了两个区块 这个部分就是螺纹的部分 随便选几个面就可以看到它的对应关系 像这几个面就是对应到这个区块 这样看的会更清楚 那这个就是螺纹以外的部分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不管是要编辑UV还是要拆UV 都只能在编辑模式执行 物体模式是没有办法操作的 OK 我就很快速的排成之前测试好的排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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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我之前已经试好的排法 建议大家还是自己多玩玩看 图片的角度也要转一下 内围的部分呢要设置不同的纹理 把内围都选起来指派成另一种材质 再用照讯纹理做出横向的刮痕效果 那这些是我之前试好觉得不错的效果 大家可以自己再试着变化看看 再回头看第一个材质 然后现在的颜色不太像黄金 用色彩渐变把它转换成黄色系的颜色 用滴管吸这边的颜色 再把范围调整一下 OK这样的颜色还不错 再把射码复制到内围去 出超度的部分呢 跟上次教学一样的做法 先大概调成这样 接着来看一下高光的部分 刚刚下载的图片里面 会有一个specular用途的图 这张图就是用来呈现局部不同的反光效果 注意哦 这两个图的向量要一致 再把色彩连接到高光 就可以呈现出局部反光差异的效果 看起来会更拟增 接着一样用凹凸做出表面的立体感 再把色彩连接到高光 除了凹凸之外 还可以再透过法线的图片 让渲染的结果更立体 法线的图片长这样 如果你放大看的话 会看到这张图本身的立体感就很明显 那这种图也是原始图在加工做出来的 图片进来之后 还要再新增一个法线映射的node 把色彩接到色彩 再把normal接到凹凸的normal 再让电脑计算一下 算完就会看到整个表面都变立体了 还有在使用法线图片的时候呢 记得要把色彩空间改成luncolor 这样效果会更好控制 嗯...现在的立体效果还不够理想 再整体调整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感觉就又再好了一些 预览看看效果 颜色再调一下 颜色再调一下 预览看看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这样算会一次看看 这个是第一次算会的结果 看起来是调过头了 变成很有年代的感觉 然后着色平滑也忘了开 镜头抓得也不是很好 再整体修正一下 照片 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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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第二次算会的结果 感觉就还蛮理想的 很有使用一段时间的境界值的感觉 这个就是UV映射和纹理图片的生气效果 大家可以多花点时间练习看看 那我们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了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麻烦帮我们订阅和分享 如果觉得Blender很棒的话 可以订阅Blender Cloud 既支持Blender 也可以得到很多很棒的资源 让自己的功力大增哦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教学再见 拜拜 拜拜